松阳香茶 好喝不贵 你坐着 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要杀要剐 你就直接一点 别这么神经兮兮的 我害怕 爸 您看我这两天表现怎么样 是不是很懂杨生 很贤惠啊 真想当保姆啊 我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我给谁当保姆啊 那你折腾什么呀 我就是想告诉您 我能照顾好自己 然后呢 我虽然得病了 但是我的病好了呀 我也有自己的追求 我不想嫁给卖车的 我没有让你嫁呀 妈 我已经喜心革面了 不管去哪儿 我都会优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的 可是有了好的身体 我也要有更好的生活呀 我的事业 爱情还有希望 都在上海呢 在这儿 也可以有你的事业 有你的爱情 咱们重新开始啊 我前面的事还没翻篇呢 我不能使乱终气啊 那你留下不好啊 我们一家三口人好好的过日子 就不行啊 我的目标是 把您和我爸接到上海 而且很快就能实现 我才不去哪儿呢 乱糟糟的 乱糟糟的 出去就投婚 等我买了车 一出门就上车 保证不投晕 我不要房子 我也不要车 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 妈 我知道得病不是好事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得病这段时间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明白了很多道理 我会更好的生活的 人一定要有勇气 活着就是折腾 然后就是不断地努力 老天拿肿瘤考验我 可是我赢了呀 我现在重获新生了 我有了第二条生命 我不想 碌碌无为地给浪费了 那你爸的意见呢 我会更好地珍惜自己的身体 好好生活 这个冷泡茶呀 还真是不错的 你这个当爸的 就从来就没赢过你女儿 偷偷地学会背叛过了 你说你能不能有一次 是撑得住的呀 咱们这个家 全靠女皇陛下撑着呀 有您在 才能拥抱天下之太平 去去去去 那小孩子 你都知道气 我生你 就是让你来气我的 我还不如养一只狗呢 不不不不 请用茶 大科把话说好了啊 咱家的房子不能卖 我现在病好了 以后也不会再生病了 我一定会好好赚钱 就算我能在上海买房子 咱家的房子也不能卖 就这么定了 行 凤博大人就送到这儿吧 再往里送又该山杆了 我这包怎么这么沉啊 我给你交代一下 你看有五菇粉 有卫生素片 还有这个海鯡粉 身 我都给你分包装了 每天要吃啊 别忘了 对了 这是你的午餐 午餐一趟 这 这 这 就几个小时的路程 我吃不完 背着还挺沉的 怎么吃不完啊 午餐一趟 我几张嘴要能吃完 不行 就跟旁边的人分一下嘛 好了好了 进站吧 时间差不多了 那个 陈队 注意安全 好 好好照顾自己 好 到了 给我们来个电话 好 走吧 别人都说了不让送了 对了 房子 不卖 不卖 乖 拜拜 好 好 现在这个阶段 两个月来过来 过去 继续这一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坐 不好意思 好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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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已经上车了 放心吧 爸 你到了上海 别忘了戴口罩 知道了 知道了 女儿 你长大了 爸爸相信你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你呢 也要相信爸爸 有事要跟家里说 有家在 不要怕 小小二 那我 你 不是 这是 我 没 就是 宝贝 有 来 阿蜜 你们到哪儿了 我今天到哪儿去了这是 我都出来了 我和老周在路上堵车呢 你别乱走啊 你再站来等我呢 车上人搜 记得戴口罩 放心吧 这还要你提醒吗 我得好好感受一下 大上海的热情 今天我们讲一下免疫系统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五十八页 免疫系统的其中一个功能 叫做免疫监视 是 免疫系统能够及时识别和清除体内的积变 突变和病毒感染细胞的一种生理保护作用 免疫系统是人体的生理防线 就像防火墙 一旦出了问题 整个系统就会被攻陷 如果这种功能丧失就会出现 抱歉 功能丧失就会出现 功能丧失就会出现 肿瘤的发生 病毒持续感染 免疫系统的运作 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下命令的 就像感冒 我们会打喷嚏 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种病毒入侵的症状 但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 在对外来病毒的一种清除作用 你看见他了吗 在哪儿呢 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 行 你怎么还大意盖着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点也不夸张 车站这么多人对我多少虚拟 我得小心点 我可想你了 你想不想我吗 不行 不行 不想 是不行 这是订了你最爱吃的火锅店 干吗 我说 我这样 你干吗呀 你不会把我当疫系了吧 我可是把你当灰蜜 才要给你询报的 大厅广众 有这么多人的 你们俩说相声呢 这么多人参观 收费了吗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你走啊 走啊 走走走 走 吃饭你 走 我特意给你选的担金 你把这玩意摘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化疗后人的抵抗力会降低 得特别注意 尤其是在这种人多的场所 你戴个口罩不就行了 这款用 好了 点完了 服务员 来了 那个 先来三瓶啤酒 打住 从今晚后 我跟酒不共带天 我有茶 好 行行行 不要了 这绿茶可是咱们老家的特产 茶多芬的好处 就不问我 过得给你们解释了吧 我还给你们带了好多呢 来 喝吗 喝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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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那回去 水 找个酒 一 amor 这是 撒 谢谢 क 你们两个都搬过来一起住 我好好报答你们 来 来 好嘞 好 干 这很好喝啊 这个茶 当然 怎么当老师 你在医院还忙 艾米 用什么办法 可以让林医生回我信息 我又不是神仙 要不然 你求求我试试管不管用 老赵你是男的 你告诉我 男人必须描迴啊 反正我是这样 是吗 是啊 熊 你现在人都回来了 你有这功夫瞎想 干吗不直接去学校找他呀 再说了 林医生现在可不在医院了 你还有什么可机会的 听我的 直接拿下 我这次回来是买房置业 再创辉煌 跟他没关系啊 你在菜上起了 起来用 对 你等会儿 你这上错了吧 这不是我们要的呀 我要的 不是 你爱吃的牛肉 羊肉 还有那海鲜哪 先生没错 是你们十六号小包的 知道了 再见 快进 想要吃肉回家吃 今天你们给我接风 肿瘤病人 不能吃辛辣糕点 也不能吃 行气 壮阳 滋阴的东西 知道吗 来 赶紧吃啊 吃完了 你们把我行李带回去 我要去看看夏梦 这一顿应该挺便宜的 我请客 都不许跟我抢 我请客 真可爱 要不还是上次那家火锅店吧 味道不错 就是离学校有点远 老师吃火锅多没劲啊 要不 林老师 你给我们推荐 推荐一个好吃的地方 我平时很少在外面吃饭 而且学校附近我也不熟 林老师 看你样子就是会做饭 要不咱们礼拜天 找个地方自己做 林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 我不知道我课题的时间行不行 抱歉啊 你们说小林老师这个人平时挺受学生欢迎的 就不合群哪 林老师是课题研究组的领头人 她的空余时间少 这也很正常嘛 我看她平时老是被一帮学生围着问问题 这好像时间挺多的嘛 对 还都是女学生 你可别酸啊 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啊 我也围着问了 那行 咱们还是讨论吃什么吧 行了 既然今天订不下来 那就周五再说吧 行 谁啊 谁啊 熊吗 谁没事 你啊 你又不惊喜 意不意外 不是 是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还有 不是还有半个月才花了吗 我想你了呗 这次啊 我就是为了你 也不再回去了 我不是个谎 你就是小孩就来 传个就走 走 你多久没出门了 我之前去看小组参加活动了 来 走 除了这个 你就一直在家里啊 你一个人清惊惯 不想出去 再说 最近这不是也没有什么事吗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养生啊 我报了个养生课 咱们一起去上 还没走出来呢 还没走出来呢 女人总觉得 这辈子自己一定会得到真爱的 你说还有比这更蠢的事吗 谁规定只有男人能花心了 渣男就是用来甩的 失去我们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损失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罗奥的选择是对的 我已经是一面妻子了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你的价值不是卢奥能判定的 你是谁啊 你是夏孟 有很多人都需要你的 你忘了那个徐师傅的话吗 我 一个一屋所有的人 都可以再回上海打拼 事业重新起步 更何况你了 只要你想要 不过是失去一个渣男 你现在不用再为任何人考虑了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你的手术啊 不用了 就好了 卢奥不能毁掉你 能毁掉你的只有你自己 你是真的爱自己吗 以前你是怕失去卢奥失去事业 可是现在你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事 事实嘛 不过是 卢熊 你这刚回来就开始工作了 那个尹东也真是啊 自己都病了还努力你 问说我老板坏坏 我们老板人可好了 我在制定计划呢 你还真准备在他那儿继续工作呀 是啊 我觉得呀 你们公司风水不太好 你看啊 你病了 你们老板也病了 要我说你换个地方 没准这病好得更快 不许宣传封建迷信 我们公司欣欣向荣一团和气 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我住院化疗期间 他还帮我把工作留着 我说要回来 立马邀请我回去上班 这么好的老板哪儿找去呀 这种恩情要是搁在古代 我都得以身相许 你要是认许了他呀 你干什么都行 你干吗非得在那儿工作呀 换个轻松点啊好不好 什么工作轻松啊 你的工作轻松啊 这次回来呢 我就是做好了完全康复的准备 你们作为我的室友还有好友 要跟我一起实施我的养生计划 我今天可见识了啊 我的精神可以交给你 但是肉体我还是留给红尘的 不行 现在健康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你艾米 你们外企比我还忙呢 不能大意 来来来来 熊说得对 你看你 为了今天能同住时间来 昨天加一夜的班 艾米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管任何事情 都不能够熬夜知道吗 所以啊 你更应该跟我一起 执行这个养生计划了 我真是惹神了 都听我宣读一下啊 首先是饮食 癌症病人 饮食一定要清淡 除了这些垃圾食品和外卖 不是以外 鸡鸭鱼肉 蒜汤洋葱 茄子扁豆 海鲜 还有一些调味品 我都不吃了 我的烹饪方式以清蒸 白煮水煮为止 请问你们还能吃什么呀 不是我们 是咱们 锻炼一定要跟上啊 每天呢 早上 晚上 各两个小时 健身操 瑜伽 跑步 跳舞 走路 各半小时 早上五点钟去锻炼 七点钟回来洗漱吃饭 你疯了吧 谁呀 谁呀 我妈 为什么不接 没为什么 你想听她说话呀 我还要跟我妈视频呢 来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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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艾蜜那儿啊 你说你这个熊孩子到了 也不说赶紧给我们来个电话 这么晚了你才来个视频啊 要不是你爸爸拦着 我早就给你打过去了 刚去跟您见会了 你们注意身体啊 别太晚 千万不能喝酒啊 放心吧 我跟艾蜜在一起呢 喝什么酒 你说这熊队 上辈子烧了什么高香了 这辈子有你们这么多好朋友 这个熊队啊没个正型 你们多担待啊 叔叔阿姨 你们跟我还客气什么 你们聊 你们聊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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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亲妈妈这 对了 最重要的一点我还能说呢 你 你们两个借我的钱呢 我每笔都记得很清楚 这上面呢 是我每个月还款的时间 还有金额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 每个月每人还一千块 我大概得还四年 你别嫌久啊 这是我的极限了 我还得给我爸妈 在上海买房子呢 这是我这次回来 最重要的目标 行 我不急着用钱 对 我以后裸婚 也没什么花销 可以当你一辈子债主啊 不生病 就不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我要感谢老天爷 让我好起来 换衣服 跑步去 计划不是明天开始吗 计划有变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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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动了 要不然你跑步 我等你好吗 没事 跑步我也不能把你落下 我们走 你最近怎么老不接阿易电话呀 这不是运动的吗 跑步不能说话呀 走 跑完回去我给他打 快走 你不是跑不动吗 跑得动了 艾米啊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刚才加班呢 有什么急事 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我可听说熊斗回上海了啊 是不是去找你了 您这都哪儿听得小道消息啊 他来是回来上班的 不是专长来找我的 我跟他表就是一个单位的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 我知道你俩好 你也不替自己想想 你俩没出嫁的姑娘 整天跟个癌症病人住在一块 你还能嫁得出去吗 谁找对象不打听打听啊 哎呀我的妈呀 您这又听谁嚼舌头呢 熊斗的病马上就要好了 谁还没有个感冒发烧的 再说了 他是我幼儿园发想 我们俩敢听在这儿呢 他有病了 我可能躲在远远的吗 行了 妈 我不跟你说了 你早点睡啊 挂了 能不操心吗 遇情故纵 不回就不回 以为我会等着你回啊 谁也不要耽误我按时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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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吗 早点睡 睡了吗 我又有信息了 其实上面还有机会呀 艾米 艾米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脑不舒服呀 我心跳得好快呀 是不是怀疗的副作用 走 去医院 她和我信息了 我真是服了你 她是十点钟发给我的 可是我睡觉的时候是九点四十 真为你的智商担忧啊 时间还早 要不我们去锻炼身体吧 锻炼身体也太早了 才五点多 早起的鸟有虫吃 咱们先去锻炼身体 然后叫老仲回来开会 你去吧 你去 你去 你起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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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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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李医生去了 谢谢 谢谢 改天请你们吃饭啊 好 林老师 这么早啊 我还以为这时候没人呢 早点来备课 今天你也挺早的啊 我今天有点特殊的事 老家来人住院的 那住下了吗 住下了 年纪轻轻地 老刘 何老师 昨天聚餐的事 我找了个地方 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口味 那好呀 正在发愁去哪儿呢 你看看 这家还真没吃过 正好尝尝鲜 要不就麻烦你先定个位子 一会儿我通知大家 好好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才对 怎么了 又吵架了 没有啊 两个不同的人意见不同意 不是很正常吗 算不上吵架 最多就是冷战 都升级了还不严重呢 已经求婚了你也知道 后面就是现实问题了 他想跟我一起买个房子 那不挺好的吗 说明他想跟你一起步入婚姻的坟墓 那您现在买房不是时候 这寸土寸金的光首付就压力山大呢 你 我切怀迷想好要不要跟他走进坟墓 来 来 上课了 上课了啊 那你这画的 是林医生的心理曲线吗 怎么跟大街上摆地摊算命的似的 我怎么看不懂 请开始你的表演 以我多年的单身经验 林医生跟我是一样一样的 害羞 害怕失败 所以你第一次出手 他心里一定是不敢相信的 所以走势这一阶段 是这样的 但是他接触多了之后呢 他不可能互动于衷啊 单身久了 就是都母猪 多看我鸡眼 是吧 所以这一阶段 是好感直线上升的时候 虽然图我没看懂 可是您说的还是很蠢的 准吧 你还真当他算命的呀 可是林医生也没约我呀 你不用一直住院 林医生也去教书了 但说这正是干柴烈火的阶段 他没有哭上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林医生不是一般人 他肯定在考虑你们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这一阶段 是好感的平台期 不对呀 这平台期应该是平稳的 你怎么贺本还下降了呢 这是他突破底线的关键时刻 他都不回你微信了 你得加把柴呀 连续猛攻你才能攻克高地呀 他回了 我们俩之间就差二十分钟就可以堆上坏了 也算是心有灵犀了 看你诚心 给你出个攻略 包管男神手道亲了 拿笔计较 老郑 你要是把这事给我办成了 我保证 我把艾米洗干净了打包给你送去 好说好说 你们俩胡闹了 骚扰我干什么呀 你是我朋友啊 那也不能这样啊 首先两人一定要看电影 别看俗 这是女性满足男性男子气概 激发保护欲的最佳场所 而且一定要看惊悚的眼 记下 你不是说 我妈妈也知道 我都要走好远了 你走 你要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孟姐你来啦 你走呢 她不在 不过她吩咐过 你一来我马上通知她 你稍等 我现在打电话 不用了 我自己去办公室等她 莫姐 莫姐 那个 我好久没见你了 我们能不能拍张合影啊 好啊 谢谢莫姐 你稍等啊 晓婷 速来 再拍一张 莫姐 照相呢 你找卢总吧 卢总不在 咱们出去坐会儿 我请你到楼下喝咖啡 喂 卢总 您好 二位的咖啡 我的口味 你总是记得比我还清楚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的习惯 我想忘都忘不了 对了 之前那个照片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是不是太苦了 就给你加点汤 小安娜 在卢奥办公室吧 对不起 莫姐 最近 乔安娜太嚣张了 我怕您吃亏 你是为了我好 谢谢你 孟杰 你还要继续跟卢总闹别扭吗 现在广告都成乔安娜的了 不过 这两天 乔安娜好像也正和卢总闹呢 我看她呀 小田 她们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 你也不用替我打摸摸皮 这件事呢 就到此结束 乔安娜 我其实还是想跟着你的 你什么时候会来 林总 协议好了 你说一声啊 我去接你 走吧 咱回公司了 走 好 熊来了 来来来来 熊姐 来来来来 大家带的礼物啊 人手一份 感谢大家一起以来 对我的关心与照顾 好带了吗 好多了 好多 完了 你想我了吧 姐 漂亮漂亮 熊坤 郭总监 你说你回来 还给我们带东西 这都不好意思啊 最好的礼物就是好身体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 你放心吧 我们现在啊 已经不加班了 是不是 是 光我加班哪儿够啊 还得学会养生 我现在对这个特别在行 改天啊 我给大家上一课 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讲 很重要跟你说的 我发现啊 你这回回来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啊 别动皮毛 皮毛 林总呢 怎么样了 他呀 刚出院 知道你回来 一定特别高兴 给他打个电话 这都几点了 老板也不能迟到啊 遵命 坐 小甜 你去拿你孟姐 喜欢吃的甜点 还有昨天我给她买的礼物 什么礼物 我昨天买的礼物 那个普拉达的包 快点 明白了 马上去 这个小甜 不跟你之后 现在记性也变得差了 怎么样这两天休息的 我这两天事太多了 没顾上去看你 没生气吧 挺好的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清静 想明白了好多事 想明白就好 我就怕你想不明白 我知道这个事 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你有心结也是正常的 慢慢消化 我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我们订婚的记者会了 想听听吗 我对这件事 不是非常感兴趣 你有没有兴趣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答应过你 我答应过你 你要在所有人面前 公开我们的关系 在所有人的面前 取你为妻 还跟你说个好消息 美国的肿瘤专家 我已经联系上了 知道 进 孟姐 吴总 昨儿给你买的包 本来想今儿给你送过去 没想到你过来了 赶紧看看喜不喜欢 这个款式不是我欣赏的水准呀 挺适合乔安那 替她干什么呀 是 最近公司有几条广告 是她去拍的 那不是因为你不在吗 你放心 做完手术 只要你想拍 所有广告都是你的 陆总 今后您的广告给谁接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今天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说 我要解约 是 这事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我一直在想办法弥补 现在你跟我解约 以你现在的身价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就是可以跟你 跟这个公司 再也没瓜葛 我一直忍着你 让着你 还不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你闹也应该有个限度吧 你常常跟踪我 别再言戏了 我都觉得累 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你真是提了心的 要跟我一拍两散呢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为你争取的 顶级的 滚那顶级设计师的走秀合同 千万哪儿那么像我要 我都没有给他 我准备留着送给你 做我们调混的礼物 你也要用这个票吗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信了呀 我会把你拿到的 都没有给你 我做的